妈妈我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要烦恼 所以才没办法睡着 例如这政治老公 根本都不怕你之类的烦恼 就是这样啊 这一切还得从野原家的不眠夜说起 由于今天美牙睡了四个小时的午觉 以至于她现在一直迟迟无法入睡 就在美牙抠着鼻子转身时 结果下一秒就画风突变 你在那里干什么 快点把你的屁股收起来 妈妈也把手指拔出来吧 原来马铃薯在幼稚园睡了的大午觉 巧的是跟美牙一样睡了四个小时 难道说妈妈也是 妈妈我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要烦恼 所以才没办法睡着 例如这政治老公 根本都不怕你之类的烦恼 看你说了些什么 你到底在什么呢 眼下再这么清醒下去 母子俩明天肯定起步来床 随即美牙传授马铃薯 快速入睡的方法 例如想象自己躺在 温暖阳光的大草原上 然而事实证明这方法 不适合马铃薯 这家伙心思太过活跃 想象到自己摔下山崖 至于美牙原本是能快速入睡的 可想象中突然出现的老牛 将它给臭醒 原来是小葵梦里 自动排便散发的臭味 结果沾水过后的美牙更清醒了 秉持着睡前运动 有助于睡眠的科学方法 母子俩随即决定 以屁股相扑形式来运动 可看着美牙顶来的屁股 马铃薯下意识闪躲 紧接着美牙失去重心 结果旁边的广志 惨遭沉重的一击 搞什么从刚才 就开始吵吵闹闹的 对不起啦 录视完后广志倒头就睡 这睡眠质量真令人羡慕 之后实在睡不着的 母子俩挑灯看书 怎料看着书上的美食 两人越看越精神 不多时肚子就传来一阵咕噜声 于是母子俩便来到客厅 吃起了夜宵 而面条的香味 也相醒了睡梦中的妇女 怎么有好香的味道 妈妈 你们醒过来了 对不起啊 因为一开始想事情 就睡不着了 白天我家睡太多了 接着美牙询问 要不要一起吃点夜宵 见状的广志 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吃饱喝足后 感叹半夜的冰啤酒真不错 但夜宵狂欢可不会这么快结束 反正都已经吃了 那就放开了吃 结果今晚真成了野员家的不眠夜 再来瓶啤酒吧 不行 不是还有拉面吗 老公 不起船会迟到 根本就没睡饱 感觉有生吐 你是想说好想吐吧 我也好想吐